我们现在聊到这一篇 我相信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你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家公司已经做了一六十年了 我那么多年的一个努力 认身在这里 他是一个如此诚意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两年多来 我们已经在台湾销售 超过两万多台的海豚吸尘器 然后 针对前阵子在台中 有台中的消息会 不好意思,因为纽西兰刚回来 所以很多都没有结果 然后他们开了这个记者会 几个我们拼命去查 我们所有的医务员去查 这个到底是谁 他们是我们卖的产品给他们 然后他为什么要带着面罩出来 我们公司就在内谷 如果大家等一下 总公司在内谷 我们客服部门在哪一条路叫什么 我们客服部门是什么路 行善路 就在行善路 随时大家都可以过去 我记得隔壁是德兰火锅 其实我们台中的地标建筑 好像是NCDI 台中就在中港的那一天 像泛材的地标建筑 我们在台中的办公室 是在台中的地方 所以如果客服 想说真的是客服有任何的问题 那他可以一定要进来我们公司 我们可以来专门 跟他们去解决问题 在台湾虽然满感了两年多 我们就讲 我们在6月份 6月份这一个月 我们公司是做了1.3亿台币 就是大概在今年月份 在台湾而已 接近1.3亿台币 就在今年6月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两四年月份会冷静 其中每个月都增长 千万这样的速度 在访问短短时间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很简单 因为台湾很多 台湾的人其实都很聪明 那如果是愿意掏钱出来 我有的时候 讲明显哥是你的粉丝 但我是觉得不可 因为粉丝爱你 可能是替你的演唱会 或是讲老师 没有好的产品 他是会说好的 没有好的产品 你说哪里会有顾客 这么多顾客就是愿意买的 而且我们买的顾客 其实我们都是很感动 或是他们一定有钱 或是些 都是有需要 有很多人有名单 就有需要 所以哪怕是在座的计则 你们可以真正去接触我们的产品 这么诚意的一个人 不断的又要告诉你们 我们德国海豚西产器 我们在做的是什么 但是我心里面 我是按捺不住的 因为很简单 我们这么正正经典的做生意 没有漏脚一毛的税金 然后我们就要面对莫名其妙 台中的一个消息会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 你陪着这个客人 号称是我们的客户 他去开了这个计则会 带了全罩式的一个护照 然后在那里 这个机器怎么样 我们公司就在这里吧 但卖了几万台的机器 大家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然后你却要去这么讲 这个是对我们不公平的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去把一个最好的产品 送到大家的一个面前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你有什么样 有关于机器的问题或什么 我们的客服中心 就在行善路那边 开着就在那里 我们的总公司 也就在客服的一个 后面这栋大楼里面 所以永远都找得到 还有服装线 我们就在这里 我要跑去哪里 还有全岛七个办公室 我们七个办公室 未来也慢慢会更增加 海豚吸收器 好贵喔 哇 怎么一台媒体上面 服装报道器 哇 怎么多贵 各位 整台机器德国制造 我们只缴税回来的 包挂一个包装袋 什么全部都是德国 这样整个过来为什么 破了底的保证 你为什么要买 那个冰赤的原装车 原因就是如此啊 我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全球 德国海豚吸收器 卖的最便宜的地方 就在台湾 任志在这里 你可以问他 我们在台湾 从进来以后 已经因为 关税汇率的一个问题 已经调整过一次 只有好的机器 我们才敢这样做 我们的低润 抓得很清楚 重点是在于服务 然后在台湾的这段期间 我跟任志我们一直在商量 他说不行 因为真的要挑战 因为我们的低润是短了一点 我说没有关系 可以为大家服务 就是我们的福气 但是我 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宣布一下 2020年 包括我们的销售委员 今天是来的一小部分的 我们的销售 2020年的1月开始 本人在此正宗的宣布 德国海腾吸尘器 我们要做合理的调整 售价 其实主要是因为 增台机器 是在德国这边 就卖的就是这个价钱 在德国 在法国 欧洲的国家 大概是卖2,600元 那在香港 香港是我们 吴登先生哥的代理 香港卖4以上 都卖港币 那在大陆是 现在就是 后晚是 21,800元 我今天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只要他们牵扯到我们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一定都会被攻击 为什么要许律师来到我们现场 我再也受不了 我们的海豚吸尘器 吸尘器 可以用车子黏过去 它还是好的 你信不信 不信的话 我们的资料可以给大家看 其实就是说 价钱这边 我们的产品 首先我们要产品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定要给客户长久的服务 公司当然 我们销售员 他们这么辛苦 要赚到钱 公司当然也要赚到钱 这我们做事 一个到以来的 公司 我们公司要保持一个 比较健康的情况 为什么呢 公司赚到钱 产品里的机器买 你不会找不到公司 你10年20年 你的机器用 一台机用完10年20年 你还找得到我们 好认知一点 我跟你讲 他们不是客户 好不好 非常认真的 愿意保护 不是喔 我们公司赚了 那么长久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这里 所以 他们可以的 我们可不美 这没有问题 我要禁告 我们的competitor 就是我们所谓的 竞争的一个对手 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人 当作一个竞争的对手 也卖吸尘器的 他们会去做一些 非常不好的一个商业工房 攻击的一个东西 我在这里症状告诉你们 台湾是一个有法律的地方 你们在作杖的东西 我一定追查到底 包括成立一个海豚 德国海豚牺牲器 退货自救联盟 这就是我们的女的奖章 对 我们可以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谁去盟 这个东西 2017年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假装客户 然后到没几次报上去 当时是TPS报的情况 包括这次台中消息会 陪着他们开 记者会是几位顾客 我称之为顾客 请你一定要出来 如果我们赚了一分一毫 不公不义的钱的话 你找我们中线 我人就在这边 好吗 但是你不能引进买名 说哎呀他们这个金钱 那怎么太贵 你如果有心要买 我告诉你 冰尺一台四五百万都有 六百万都有 Toyota六七十万也有 对不对 同样都四个轮子 同样都四个轮子 同样都可以开到目的地 但是就有人 会买冰尺 原因就是 好的产品能说话吗 我不去讲任何其他品牌的东西 如果你们家有这个很漂亮的一支吸尘器 在那吸吸吸 你在拿德国海豚吸尘器 两个来做一个比较 你就知道 德国海豚吸尘器是工具 你拿那一支很漂亮的 在那吸吸吸 两下没电的那一支 那个叫玩具 偏偏我家里有几支这种玩具 没办法就是这样 但是真心去比较它 因为数据 那个是数据 你的吸力 你有没有办法真正把尘埋吸起来 这个都是有数据存在的 它不是说 你随个话你嘴巴会讲 就是你赢 不是这样 我的竞争的厂商 你们去弄了一个海豚吸尘器 退货之就联盟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是谁去弄这个吗 它的是用隐藏的 大家可以去它的Facebook看一下 第一它是把自己的个人全部隐藏起来 然后当它的Facebook一出现开始的时候 就前面四个人就是开始点蓝 那你们去调查前面这四个人点蓝 它是谁 它是谁 就是他们的Facebook 然后你去看它里面 有几百个人来 听到先后让我讲完 那里面大部分有中东的人 中东啊 中东的人 中东的人安葬 对 现在那个有人说 网络上有上百个人投诉 那上百个人是谁 那上百个人是谁 那他们可不可以就是说 要投诉可以啊 就是有些顾客买得中 好像我们有时候买了一件衣服 可能来会叫老公说 你穿得很难看 你也想后悔啊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如果不合是真的是买了后悔要解决 直接找我们公司啊 那我们嫌疑解决啊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每个人买到去都会一点点的后悔 对不对 肯定会 那那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我们是解决啊 但是如果你慢慢扣报纸 说我们不合法啊 不符合什么消极法啊 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对的 非常的恶利 然后那个Facebook 你们自己去看 那我们是报警的 我相信台湾警察 我发觉台湾警察应该是在 IT方面非常厉害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从IT的 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然后 我们没有办法追查 警察 警察追查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个敌对的厂商 其实如果说 因为我们这一场仗 我之所以那么愚重欣赏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 已经把他们彻底的打趴了 他还有法院里面的诉讼什么 你们怎么会这样气了不舍呢 对不对 然后我还要告诉你们 这个阿牌的 各位 他们在台湾 我们要将近20年了 你20年的业绩 我三个月都超过你了 对 我们应该两个月就超过他过去20年 不如你就一起过来 我们一起来努力 是那么 那台湾都没有好 做生意也好 做人也好 做人也好 那你要努力 正当的人 我独立出来 我在指向他们 不是 我们要让大家有个回歸的机会 是 是 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也有敌对厂商过来了 做了几年的时间 也没有 也没有让员工 没有把员工养好 没有让大家真正可以赚到钱 那个老板 有人在那个死爱钱的干嘛 人生的意义在于服务 我们公司有三十多个员工 之前都在他们那边 对 我们有三十多个员工 但是不是我们去挖的 是他们 没有把员工赚到钱 两起 责务而居 走了之后 才能够 过了短时间 内容上也很好 产品真正是最好的 我也常常请他们 我们所有的员工 将近上千人 我要他们什么 你去外面找寻 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 比我们更好的吸塵器 找到的话 你如果找到老板送一部车给你 我是送一部车 我们就把这个吸塵器买回来 就买回来 把专利买回来 然后我们自己做 好 还要更好 好 还要更好 而且是 你当然不能去讲说 我去看了一部 有一部 一百万的吸塵器 有没有功能 有工业有没有 你要一百多 你要比八万 七万块 这不合理 同质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愿意把产品做到最好 同时 禁告我们的近业 同业的厂商 不要再胡乱攻击 台中开了那个记者会 我们一定追究到底 我说可以记住 包括消极 我们已经报警了 消极会 你陪着 没有 消极会没有来问我说 哎呀 憲哥 找我找不到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憲哥 你的海坑 人家去challenge你什么 然后我们要开个记者会 你要不要一个说谋 然后买了你的东西 然后我们刁难他 他不给退费 不给什么 其实 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难回啊 公民其妙 我说等一下要飞去越南压商表演 然后 才会抓这么奇怪的事情 一大早 然后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是真的气体败坏 我说做生意 公共振振的 多赚少赚都没有关系 公平公正公开嘛 对不对 怎么会团天来了一个 你 号称是你的客户 我们那个电脑 上面一直糟糕的 我总不能用一个 戴全罩式口罩的人去判断 他是我们的 哪一个客户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业务员 每一个都看 找不出来 昨天报警的时候 警察也是说来来来来 再仔细查查 那三位到底是谁 那当然我们会想办法查 既然是伪装客户 那肯定还有一些 蛛式马脚有我们的产品 在我们手上 所以我们跟警察团的时候 我们说这三位到底的时候 张先生 王什么 我听不清楚 他说你可别给我全名 所以我们好 我们再仔细去查 蛛式马脚再去查 那这两个就是 这些东西 好像他们的时间点太妙了 都是在年假 就是在中秋假节之前 中秋假节突然之间发生的 那每个人 因为我本身现在住在高中 住在高中 住在高大里 全会孩子就在那边 中秋节我肯定要回去还原 今天就有在台湾陪后 过中秋节 我正好那时候 要从新加坡 飞到高大里 我要去回家 给孩子过中秋节 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就来了 然后我就紧急飞回来 紧急飞回来 这里又是中秋节 然后当然消除员都是有在 内部的员工 他们的家都是在 大家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部分的员工 没有办法去过来 可以一下还在作业 每一个都是善良的孩子 你们可以直接去访问他 我们做什么 你们每个都可以访问 那你有看到我们送货的车队 就要十几辆大型的车子 全台湾这样的送货 这样的服务 他的赚的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钱 然后人家先利贵 我真的要大气的讲一句话 先贵就不要买吧 先贵就不要买 我不想赚这个钱 我们每个顾客 花钱他们都花得非常非常开心 当记者会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顾客 就失去给我们的那些 给我们很多务力 他说小弟啊 你不要伤心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不用伤心 OK 我们知道你们是还没通告 我们支持你 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费处 经常是私讯的部分就会上来 都在鼓励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很不应该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当然就是说很简单 全部东西 那先都是说随便啊随便啊 我说不随便 所以我们是请律师提告 那之前17年的案件 我们现在已经提告 市民检查的边署已经是提告 所以这个同样的模式已经在 同样的模式来此 那个市民地检署那边已经都是 一层案的东西了 罗继通商已经是起诉了 起诉到全部发出去 我们就要让他赔5000万 所以今天我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说 我们所有媒体记者朋友 我们不要再随着做出这种假的新闻 因为我们会难受很痛心 我们面前每一次要跟大家再说明一次 然后等一下还有记者会 跟他 哎呀我们这个机器是怎么样 你买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到家里的演示是怎么样 全部还要再讲18遍 那有人就是要这样恶搞他 台湾还不够乱吗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解释 大家能不能了解 那个记者会里面 包括消息会 他们去做这些动作 我们都要追求他们的法律责任 你有问过我们吗 那还是就说你准备就是 你看到的 人家平民支持就可以采行吗 完全不了解我们公司的生意模式 对吧 就我们有起立司 台湾有法律的 你一边去买个电视机 买个电影像 你说要退 你用了你说要退就可以了 台湾是有法律的 对吧 什么是法共交易 什么是这些 我公司内部也请了很多的律师 我们在进那个市场之边 我们都会去了解整个的那些法律 所以我们不是 不可能就是说 我们去做一些更多违法的东西 台湾我们去买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就是说 你想要退就退 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法律 但是我们做一个好逸 有的时候 我们确实在铺核 觉得可能买了先生同意 或者是开来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着急 未典他们去费 但是这不是在责报我们是违法 不是我们一定要给人费 没有 我们的合同上面写得很清楚 买了就是得不费 好 如果你任何的情况 那都有一个合约在 对 对 可能说强迫人家去买 跟买一部跑车一样 瞒着老婆在外面买了一部跑车 对不对 不让太太吵 对啊你怎么买了一部跑车 吵架吵一吵 有时候就买了 有时候我不买了 我很善良 我们很有把握的 我们这么多的家庭去做的这个服务 当你在家里面 你家中央你用那么久 你突然刮下来 一盆泥水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它 我们需要海豚吸塵器 那我们就有这个交易 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和善 大家都非常合一的 所以今天这个我想 对我们的顾客也不公平 因为我们的顾客都非常好 他们买的都非常的开心 感谢他们 然后他们买了之后还会介绍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很多顾客自己买了之后 还介绍一大堆的亲戚朋友跟我们买 其他的一个脚步 我相信媒体可能有你们想要发问的一个内容 公共整整在做生意 人也就在这里 然后找我太容易了 行战路 我们的客服中心就在那里 海豚吸塵器 在全球也卖了一二十年的一个时间 台湾两年多的时候 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 两万多台的成绩 这应该是第一名的吧 不断在增长当中 不断在增长 我们发自内心的 愿意以服务为主要的目的 来做这件事 所以不能再攻击我们 你要攻击 你要无所本 所以今天也郑重 对我们媒体记者朋友们 来来说明这件事 你们这些攻击的工作 我们一个一个通通要抓出来 台湾 你不是讲媒体是最好的 是是是 你是跟我这样讲的 不是不是 我是说攻击 我们的那个 这样是不OK 好吧 其他我想就留下我们媒体记者朋友 有没有想发问 可以把这个经纪做出来这么好 跟憲哥其实是 我们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跟上海 跟台湾 其实上海是整个大陆 我们都有那个公司 都是合作的 那我们在台湾的公司 是在以新加坡合作的形式 这样子过的 所以就是都是在这两年多年 因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我本身在这行 我是做了很多年 那我没有任何的股东 我没有任何的股东 我做任何 不管做任何事 你们千万不要问他太复杂的问题 我不喜欢有股东 他打开画夹子就说不完 然后我都知道这些都不是媒体想要的 媒体为什么不想要 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做 谁要知道 没有人要知道 他们还想知道我们午餐要吃什么 不是不是 因为刚刚我在做的 我是从零做起 很善良的一个人 从销售员做起 我跟你讲 我愿意加入海豚 我当然也是老板之一 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原因无他 因为他的善良 跟真心真意感动了我 其他对我来讲有意义吗 憲哥想要多赚一点钱 台湾哪个电视台 不再想要吃一口糖生肉 对不对 我在哪一台开一个节目 应该就还蛮肥的咯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能一能见酒了以后 知道说哎呀 什么样的服务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要讲 其实我一直跟他讲 我说憲哥你每次主持节目 你的主持费又没有分我一点 对不对 你又没有分我 他跑来跑去 你又没有分我一点 那我说 那我做生意 全部是我一个人 飞很多地方 我说我年纪很大的 能不能就是 大家分工一下 比如说我去飞日本啊 韩国啊 你去飞大陆啊 我们分工一下 所以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 我从今年 会有更多的时间 如果他还是太多的时间 各位同仁我也陪伴你们 今年开始了 咱们掌声给你们 那没办法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 台湾的人 年轻的可爱的孩子们 我们上次到高雄去 有人说哎呀 这个憲哥你要 要怎么可能啊 哪一个公司一个月 底薪给28000块钱 我们要600个员工 这个全部来全部用 底薪来其实用金很高 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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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愿意给台湾的孩子 机会嘛 对 这个还不算是一个良善的 一个企业 而且做那么长久的一个时间 我在艺能界的服务也那么久 好不好 来 我们的消水全部是全职的 我们全部给了解宝的 有关于职效这件事 我来讲就比较简单了 各位 还有老师跟我讲话 先喝 先喝 你让我讲话可以吗 我不让你讲 你不让我讲 你最后一句话 比如说你觉得用的好 你介绍我朋友 我没有给你钱啊 我没有就是说 就是给你薪水啊 所以这哪里是直销 直销里面是不同的 整个概念不同的 可能你介绍的人 就是说 我送你点礼物啊 这种OK 就是 这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所以完全跟直销有关 你知道吗 特斯拉就是这样吗 对啊 我如果介绍另外一个朋友 去看特斯拉 或者去买特斯拉 我会有一些好处的 要不然你就问特斯拉 我有啊 我才敢买啊 然后我介绍他们 哎呦 我都帮他们在推销 真的是 对不对 这个就这样啊 憲哥的名字 没有用来做直销的 我们也不会 但是 请你介绍客户 可以吗 好的东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很多时候 录客主动推销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真的是退而不休啊 大家知道 舞蹈工厂 已经做了20年了 以前 各位 曾经在那里笑我的 人可以再跳出来 再笑我一次吧 哎呀 做LED啊 怎样赔了几一 几一 我告诉你 我原来做LED的厂 我们就做了行李箱 我们就做了喇叭 各位 各位 现在市面上最流通的 我如果要做直销 那我一定要拿我红礼果胶去做直销吧 都没有 都没有 原因是什么 我就是为了要服务做的嘛 我公司所有的产品 通通是我自己做的 通通是我自己开了 我不是去买的一个东西 弄一弄来卖给大家 我们德国海豚吸尘器 是德国工厂 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制造出来的 各位 我跟他是合作的关系 合作的一个 或是全部是给我们买的 我跟他 就好像那个苹果跟富士康那样的关系 所以 大家不用再怀疑了 我一生都努力 在于去追求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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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其实我几天前已经给郭董拿过电话 但是现在都一直没接 开玩笑的啦 没有啦 这个只是好玩 因为 艺人啊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嘛 但艺人是娱乐大众的事 我这医生当中 一次都没有接触过政治啊 我都是在为大家的娱乐啊 我没有那么 那只是就是人家问我 好玩 就开开玩笑 说啊 还多配啊 什么很好 我们就是 就会聊这些啦 所以 我不是民粹 我也没有办法做这个 然后呢 我也是在这上面 永远秉持的 让大家开心的角度 是 我想就是说 我们就是销量其中 每个都在一起 就是几千 几千万成长 成长 那么自从这个 脸书的Facebook开始之后呢 我们确实有一些下降 真的很累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讲 其实不讲没有心痛 是会一点点心痛啦 因为我正常 应该这个上个月 应该可以做 接近两个亿嘛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昨天晚上就在 看这个上面 一些歌版的音乐不差个钱 跟着我们的情况 应该是 上个月的营业了 应该是接近两个亿 跟我们就去 今年来的增长情况 但是我们真的是下降了 其实是有点多 不能说法界就有下降 因为现在人 其实还是相信媒体 所以媒体 你一定要把关 真的一定要把关 你不能随便这样一讲 然后就碰到我们 我就是可以讲是上个月 我们真的是损失了几千万 但是你有关系 我们靠法律 我们去告一个亿 两个亿 三个亿 我一定要把这些钱告回来 然后告回来的钱 我们全部 我们来做公益 做慈善 我们一定告 之前我告的时候 我已经是告五千万 告五千万 五千万 白紫黑紫 已经进法院了 这次我们告的是 一亿 两亿 三亿 再来 再告 就是这样 告一份的钱 我们一分都不要 这些都已经在罢了 这些都已经在罢了 我们心里会觉得很难受 哎呀 为什么跟苍蝇一样 一直在盯着我有什么用呢 而且我请最佳律师 最佳律师 我 我必须跟我们敌对厂商讲 哈喽 我老早 我不是活在放大镜下 我已经生活在鲜围镜下 快几十年了 然后媒体 我家住哪里 全部都知道 还有跑到我们家的车库里面 去拍的 如果我原谅他们 哪个就不说了 那个也是 告下来也要 我们这个 互相帮忙 但是 秉持良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 我们最后两句 就是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想 自己生活好一点 放一点钱 但是身材要有道 做任何的事情 你要对得起自己良心 一定会自己良心 你做任何东西 对自己良心 你在做每件事情之前 现在就是基督 我是佛教徒 当我们的人在做每一件事情 你要问一下自己 我的良心过得去吗 我良心过得去 不要做 良心过得去 你真的不要做 不要做 一定要问一下 基督徒跟佛教 我们可以在佛教 哪个教 哪个教没有关系 那都很善良的 对 你要一个出发点 一定要是对的 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不对 你就在这些赚到钱 你的钱也会没有掉 你慢慢对认知的认识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然后很积极 他的生命当中 就是不断努力的 在工作 工作 就这样 就靠这个努力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人 好不好 那今天 我想说什么 我再发问了 但是 我们应该要追究的法律责任 我们都已经在 该报警的报完警了 该到法院的都到法院了 在等待判决 玄来勒马君子 千万不要自悟了 那我只会 各位欢迎吸尘器 欢迎加入德国海豚吸尘器 但是我可以 律师在看 我律师现在也迷上直播 他每天都看直播 人家讲什么 很辛苦 这个交代给他们 去专业的部分 由他们去就可以 你可以叫家团 你人会善狼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角度 律师你可以看看 在新加坡 其实不用坐牢 大部分是保牌 大部分是保牌 可以一起讲事情 那北方呢 在台湾呢 其实有一个行事法上 他已经要叫 他行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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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一个以前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燕姓 长得很漂亮 周美 我已经也很漂亮 现在也很漂亮 来来来 你这一次真正的论道理 各位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想刚才 任志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如果删法不实的讯息 不管是透过媒体或者是FB 或者透过其他管道删法不实的讯息 在台湾是有行事责任 那刚才任志也已经把台湾的新法314条 要毁方这件事情讲出来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 藉由这个机会 我也特别再澄清一件事情 在上礼拜台中的记者会上面 有一件事情是不正确的 特别要在这个场合里面再澄清 在记者会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所谓的访问交易 访问买卖 按照消极法的规定 台湾消保法的规定 所谓的访问买卖 是企业经营者也就是比方海豚 没有经过邀约 而跟消费者在他的住所 工作场所 公共场所 或其他的场所 达成交易才叫做访问买卖 但我们海豚的交易是 消费者到我们的展场来 填了一个邀约单 请你来我家里面做展示 所以这件事情是完全跟访问交易 是不相同的 这是第一点要澄清 第二个在记者会上有一件事情 是不正确的 我想也透过这样的讯息来澄清 第一个就是 记者会上面的所谓指控的顾客 说我们送货员去是拆了一个新机 然后就不让他们退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 我们所有的在做后面的这些工作伙伴 他们都是看着他们的工作机 展示机到客户家里面去做展示 确定协约以后才会下订单 下订单以后才会配送货到客户家里面去 这是一定的嘛 所以我想在记者会上面有这两个不实的讯息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刚才献哥会比较纷纷 不要透过一些不实的讯息来达到一些商业的目的 以上 谢谢 各位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假新闻可以撤下来 然后他不断的张贴 那这个我一定 我来抓你啦 我一定来抓你 我一定也报案了 那你有这个展示很好 我介绍张贴怎么样 欢迎继续张贴 我一定找到你 台湾的电讯警察又不是笨蛋 对不对 你是法律余无无 我可以再讲一遍 也是那遍 也是没办 但是你转发批房也是没办 转发也是 而且你是恶意转发 更加是严重的 我告诉你好 本人姓吴 我没有处理你的话 以后我姓什么 都随便你 好吗 但是没有处理你的 你是真的太忙了 我现在等下又感觉要上飞机 然后回来又是 为大家服务都在录影 我到纽西兰也去玩等等 都没有去玩的 对不对 我在这里这样讲 德国海豪西藏系 因为我们在台湾 因为吴充县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马 大家的一个认真跟努力 因为认知 我希望他成为另外一个 台湾之光 我们今年部署了很多 在东南亚也好 中国大陆群世各地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 把成绩做得更好 我在这里 呼吁我们所有的人马加油 好不好 让我们德国海豪西藏系 变成另外一个台湾之光 加油 加油